眼前的男人是一个颓废的流浪汉 居无定所 每天无所事事 甚至走在路上都会被浑浑欺负 几人气势汹汹的走了过来 公然挑衅男人 流浪汉赶紧却说小浑浑不要触碰自己 否则可能会被烧死 然而小浑浑压根儿不信邪 你以为你谁啊 跪下叫声音我就放过你 接着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流浪汉只是一个眼神 小浑浑当场被一一幅电压烧死 这是惹谁不好 敢惹雷神的后代 此后警方接到了报警 连夜调查此案 结果发现男人与不久前 农场纵火案有关 不过到了警局 男人一言不发 警方由于没有证据 只好找来了心理专家安娜 与男人沟通 然而当安娜沟通后发现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为了让安娜相信自己拥有超能力 男人只是轻轻的召唤出风与雷电 安娜的头发轻轻飘起 被撞到水也开始沸腾 并随着男人的手掌进行悬浮 安娜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就连负责监听的警长也目瞪口呆 但安娜半信半疑 还说死者都是烧死的 男人眼见安娜心存疑惑 又施展出控制雷电的超能力 没一会儿 周围的温度急剧飙升 桌子上的水杯被融化了 安娜这一下彻底服了 连忙叫停 但男人却告诉安娜 这太晚了 因为他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超能力 男人的情绪崩溃了 整个警局瞬间报废 就在这时 神秘调查局的女长官 带着手下赶到了这里 专门调查处理此类案件的他 见怪不怪 刚刚见到男人 就直接给了他一针镇定器 随后将其五花大绑的 带上了直升机 飞往研究基地 警长和安娜只能目送 飞机上的基恩突然醒来 结果发现自己竟然被五花大绑的 无法动弹 本能的恐惧和不安 让基恩一直试图摆脱束缚 尽管女长官试图 劝输基恩冷静 但搁谁也无法做到 基恩情绪失控 飞机外乌云密布 雷电交加 机组人员恐慌不已 他们掏出了手枪 准备朝着基恩射击 结果这个举动 又激起了基恩的情绪 崩溃的基恩召唤出了 强大的电流 内外夹击 瞬间击毙了部分机组人员 直升机也彻底失控 悬崖式的下坠 驾驶员不得不紧急降落到海面 挣脱束缚的基恩仍然心存善念 顺手救起神秘组织的女长官后 将她抱到岸边 并使用心脏复苏将她救活 然后便匆匆离去 而无处可去的基恩 最终还是找到了 唯一可以相信的人安娜 同样心地善良的安娜 将基恩带到了森林里废弃的小屋 基恩在这里美美的睡了一觉 醒来后 基恩告诉了安娜的事情经过 她原本是来挪威探亲的 然而她刚来到亲戚家的农场 体内突然涌现出一股神秘的力量 而且不断的累积 不受控制的爆发出来 熊熊大火将整个农场 烧成了一片火海 此时的安娜对这件事情深信不疑 不过飞机坠落一事 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当地的警方迫切需要将人击捕归案 而安娜决定将基恩送回农场 躲开警方的追捕 然而正在回去的路上 前面一辆车突然迎面驶来 女司机一个完美的躲闪 有惊无险 然而身边的基恩受到了惊吓 情绪失控 身体不断的迸发出了雷电 红色轿车瞬间就被爆废 两个车轮子也被烧成了碳 他们不得不拦下卡车寻求帮助 好在司机心善 便答应载他们一程 不料在上高速前 安娜在加油站加油时 已经被人举报 警方早已在一座大桥上 布下了天罗地网 将两人堵在了一座大桥上 看到大桥上布满了警卫队 基恩不想拖累女友安娜 亲吻一口后便主动地走下了卡车 此刻的安娜也走下了卡车 拦在了基恩的前面 不断地劝说持枪警卫们不要开枪 谁知警卫一把就将女友安娜扑倒在地 并用膝盖按住了安娜的头 基恩见状勃然大怒 情绪瞬间失控 在她的召唤下 天空顿时乌云密布 没一会儿 四周便电闪雷鸣 紧接着闪电一闪而下 如同恶魔附身 击倒了桥上所有人 为了保护其他人不受伤害 基恩伸出了双手 试图控制住雷电 将巨大的能量汇聚在身边 周围的人箭状赶紧四散逃命 不过控制闪电的代价很大 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身体负荷 只见基恩的全身皮肉都被烧伤 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肌肤之痛 基恩没撑多久便晕倒在地 天空的乌云也随之散去 旁边女长官对眼前的此情子景 深感震撼 她认为这个可以控制雷电的基恩 如同上帝 如果信仰上帝的人 纷纷依附基恩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在她的心里 便产生了除掉基恩的想法 果不其然 基恩操控风雨雷电的视频 被上传到了网上 新闻媒体纷纷就此事进行了报道 基恩被民众们当成了雷神索尔 然而此时的基恩全身大面积烧伤 被紧急送往医院 所有的医生都认为基恩活不过今天 结果就在做核磁共振的检查时 基恩却苏醒了 女友安娜赶紧劝说基恩冷静情绪 好好接受治疗 结果刚进去 基恩的身体突然疼痛难忍 情绪再次失控 结果将医院价值不菲的仪器 烧了个金光 所有的电路瞬间被烧毁 然而当医生们将基恩从仪器中拉出时 全身受伤的基恩却奇迹般的痊愈了 当她走出了医院时 门口已经聚集了大批粉丝 基恩也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 让他们感受到了神的力量 而警长也从北欧神话的书籍记录中查到 雷神索尔的儿子曾经在挪威建造过一个农场 警长推断 基恩的超能力很有可能来自于那片农场 于是在警长的带领下 三人驱车前往这一片农场一探究竟 还事先征求了神秘组织女长官的同意 不过在探秘过程中 必须在军方的监控下进行 然而当基恩走进农场废墟时 突然被魔谷神秘的力量摁跪在了地上 警长和安娜见状立马将他架起拖出了废墟 警长发觉是有蹊跷后 便找来了挖掘机对废墟地带进行挖掘 而就在这时 神秘组织的女长官已经安排狙击手准备就位 没一会儿废墟地带被挖开 结果发现了一个地下木炫 墙壁上刻着有许多古老的字迹 像极了北欧神话遗留下来的文字 基恩四处观察 突然发现墙角处有一处方形棺谷 随后基恩和工人合力将其打开 里面放着三样东西 一个手套 一条腰带 一把古老的锤子 基恩瞬间意识到 这些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雷神三剑套 基恩不由自主地将这些装备穿戴在了身上 然而当他举起锤子时 源源不断地冒出了电光 外面也开始电闪为名 基恩兴奋不已 面带笑容地走出了墨炫 准备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安娜 当安娜快步朝着基恩走去时 躲在暗处的女长官对这一幕竟收眼底 眼前发生的一切与神话故事一模一样 她感到莫名的恐惧和焦虑 不仅如此 周围聚集的大量民众也都亲眼见证了这个事件 于是女长官当机立端 下令击毙拥有神力的基恩 狙击手接到了命令后果断开枪射击 不料子弹正中了刚好冲过来的安娜 当安娜倒下的那一刻 基恩万念俱灰 尽管她试图使用超能力挽救女友 但还是为时已晚 此刻的基恩终于压制不住内心的复仇怒火 紧接着天空又开始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旁边的狙击手又补了一枪 不料子弹到达基恩身边时 却被强大的无形气流挡住 愤怒无比的基恩随手将手中的锤子扔向天 只见无数条闪电朝着锤子闪击 神锤吸足了雷电的能量后 顿时威力大增 而此时的基恩满脑子都是复仇 早已失去了理智 朝着远处的人群释放出无数道恐怖的闪电 民众各个落荒而逃 顷刻间整个小镇被瞬间吞没 随后人们只能从新闻报道中得知 某个小镇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 死伤无数 而警方正在全国通缉基恩 关于雷神索尔的神话书籍也就此被封存 没有人知道小镇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雷神的继承人基恩仅仅只是想做个好人 他却想不明白为何这么难 这次影片超能通缉到此结束 就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